你一定知道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 但你不一定知道各个教派的旧约书目差异有多么大 新教旧约与西伯来圣经内容一样 只是分卷不同 一共三十九卷 天主教旧约多了七卷 东正教旧约多了十卷 最奇特的是埃塞俄比亚旧约一共五十四卷 包括大名鼎鼎的以诺书和喜年书 那么新约圣经呢 与旧约不同 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基督徒读的是同一本新约圣经 一共二十七卷书 今天咱们就聊聊新约圣经是如何来的 以后再聊旧约圣经 至于埃塞俄比亚圣经为啥如此特殊 也很值得另外做一部影片 基督教会最初三百年好比是春秋战国时代 各种福音书以及各种书信的手抄本 在各个教会百家争名着 你有马太福音 我有西伯来人福音 他有路加福音 你有约翰启示录 我有雅各启示录 他有彼得启示录 你有保罗行传 我有彼得行传 他有安德烈行传 这套书叫基督教点外文献新约篇 一共四册 收录了新约形成时代一百多部文献 那么为什么是这二十七卷书入选新约而不是其他那些书呢 我会分成这几个部分来说说 初代教会有哪些书家 有哪些书呼声很高却没能基身正典 为什么这两本福音书如此重要 有哪些书很有争议却最终进入正典 本频道主要介绍历史学家的观点 而且我们会逐步介绍其他宗教的经书和历史 初代基督教会并不是一条主河道旁边有几只小河流 那时候没有主河道 都是小河流 后来成为主流的大公教会 把其他教派都视为异端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 与其说是正统与异端之争 不如说是赢家和输家之别 就像秦国最终一统天下 为了叙述方便 我们把后来赢了的这派叫原正统派 那么其他一些当时也很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群体呢 我们就聊聊这四个 低皮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但后来外邦基督徒的数量 很快超过了犹太基督徒 一部分犹太基督徒逐渐形成了一派 叫乙变尼派 乙变尼的意思是穷人 他们认为穷是祝福 以穷为荣 他们保留犹太教的割礼 安息日极律法 坚定地认为耶稣是人而不是神 他为了人类的罪受死 被上帝复活并收养为神子 对他们来说 保罗是个大一段 所以他们不读保罗书信 他们的福音书包括西伯来人福音 拿撒勒人福音 和以便尼派人福音 可惜他们都失传了 他们读的马太福音没有前两章 因为他们不相信童女生子 二世纪中叶出现了马吉安派 与以便尼派几乎完全相反 他们竭尽全力 要消除各种犹太色彩 马吉安认为耶稣不是女人所生 而是一成年人的形象 突然降临在犹太会堂 而且他只是外形像人 实际上不是人 而是一个神圣存在 耶稣十一个门徒都稀里糊涂 只有保罗才是得了基督启示的明白人 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恶神 派耶稣来的神可不是这个神 所以基督信仰要跟犹太教的神和旧约一刀两断 正是他整理出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正典书目 一共十一卷书 包括删掉了前三章的路加福音和十封保罗书信 马吉安被逐出教会后 在小亚西亚一带成立了自己的教会 发展得轰轰烈烈 比原正统派更受欢迎 他的书目也很快就流行起来 估计在今天的教会马吉安 这部正典仍然会受到一部分信徒的欢迎 因为他们也无法理解旧约里的血腥 直到军事坦丁时代 马吉安派才被打压而衰落 蒙塔奴主义其实是在教会里兴起的一场灵恩运动 他们自称是圣灵的喉舌 蒙塔奴曾经是一位异教祭司 后来转信基督教 他认为教会那些领袖的灵性是死的 他要迎接新预言 他和两位女先知常常处于浑游向外的状态 似乎圣灵透过他们说话 有时甚至用第一人称代表上帝说话 他们非常强调先知预言 说方言 行神迹歧视以及清心寡欲的生活 除了最后一点 可以说与现在的灵恩派很像 拉丁神学之父特土良在晚年加入了孟塔奴派 据说正因为此 尽管他批驳一端 首创三位一体教义 鞠躬至尾 但天主教并没有把他丰盛 因为他一不小心也成了一端 但最让原正统派头痛的还不是这三个 而是诺斯底派 也叫灵芝派 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尤大福音 诺斯底派挺复杂 又分成很多派系 总的来说 他们持二元论 认为物质世界是彻底堕落的 与属灵世界隔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他们也认为旧约的神 也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 是个很低级的神 但生于一个意外 派耶稣来的至高神是不可见 不可想象的光明之神 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 就是传播得救的秘密知识 让我们被囚禁在身体里的灵魂 可以回到光明的灵界去 只有一部分人具有神性的火花 能够领悟这种知识 从而得到解脱 诺斯底派没有建立自己的教会 而是遍布于许多教会里 形成秘密的小圈子 他们大多是知识精英 对这种神秘知识充满渴望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成为远正同派最警惕的对手 有没有发现 诺斯底派的思想很令人遐想 比如这部电影 其实就很有诺斯底色彩 19世纪以前 学者们对诺斯底派的了解 全部来自 远正同派护教室 供批判用的摘录 19世纪后 在埃及陆续发现了一些 诺斯底派的文献 尤其是1945年 拿戈马蒂出土的大批诺斯底派文献 可以说亮瞎了学者们的眼睛 不仅是学者 看看这个拿戈马蒂英文一本 在亚马逊有多么受欢迎 而1978年出土的犹大福音 不但惊掉了学者们的下巴 更是震动了整个世界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 也许一边尼派太拘谨 马吉安派太新潮 梦塔奴派太狂热 诺斯底派太神秘 于是 原正同派渐渐占了上风 最终成为被军事坦定汗重的赢家 说了百家争鸣的背景 现在我们来看正典的行程 新约27卷书 从成书年代来说 保罗书信是最早出现的 大约在公元50年代到60年代 当然这是指真正的保罗书信 那些托保罗之名的书信 恐怕都是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出现的 保罗书信之后出现的是 三本对观福音和使徒行传 对观的意思就是对着一起看 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后是约翰福音和启示录 普通书信很可能是在二世纪初才出现的 普通书信就是指作者并非保罗的那些书信 我在这个影片里已经谈到了学术界对这27卷书作者的看法 这部片子就不多谈 马吉安的正典书目不用说大大刺激了原正统派 他们肯定也感到尽快制定一部正典的必要 但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8世纪一位叫穆拉多利的学者 在米兰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经目 包括现有的23卷书 没有约翰三书 彼得前后书和西伯来书 倒是多出了彼得启示录和所罗门的智慧 黑马牧人书被建议用于私人崇拜而不是公众崇拜 因为这份经目的作者认为 他是当时一位主教的兄弟黑马写的 这份经目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太确定 可能在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反倒是爱人纽 特土粮 额利根这些护教家的大咖使用书单更被重视 原正统派根据什么来确定正点目录的呢 主要是四条标准 第一 成书年代是否够早 李耶稣时代越近越好 第二 是否反映了使徒权威 作者要么是使徒 要么是使徒的紧密同伴 第三 是否是广为传阅的畅读书 相当于今天的畅销书 第四 是否符合原正统派教义 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 那么哪些书呼声最高却没有进入正点呢 排名最前的恐怕是黑马木人书 这是一本充满意向与伦理的书 护教家们几乎都接纳他 最早最完整的新约抄本 西乃抄本理就包括他和巴拿巴书 他最终没能积身正点的原因 一来是成书不够早 二来跟使徒没什么直接关系 而且他的某些教义 可能不符合原正统派的定义 比如说一个人在受洗之后 得到饶恕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样一来 最保险的做法 当然是临终之前才受洗 另外他的基督论也跟三维一体格格不入 巴拿巴书的作者 当然也不是保罗的同伴巴拿巴 他显然深受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影响 把寓意解经发挥的淋漓尽致 比如摩西禁止以色列人吃猪肉 意思是说不要跟猪一样的人扯上关系 有人可能会想到猪队友 不是那个意思 并不是只有以便尼派喜欢西伯来人福音 他曾经在几份大咖书单里 可见在当时很受欢迎 他说耶稣的兄弟雅各也曾参加最后的晚餐 而且耶稣复活后第一个向他显现 这当然就跟其他福音书不一致了 不过四本福音书里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让神学家们不得不千辛万苦去协调 彼得福音也在教会广为流传 而且他成书很早 应该在一世纪内 在已经发现的福音书中 唯有彼得福音具体描述了耶稣复活的情景 他说当时两位天使从天上下来 坟墓的石头自动滚开了 他们进去后 搀扶着复活后的耶稣走出来 他们撒的头都高入云天 后面还跟着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 他当然也不是彼得写的 可惜考古发现的只有残篇 否则可能会补充许多其他福音书没有的细节 《十二使徒一讯》也是广为传阅的书 它是第一部教规书 详细规范了基督徒应该如何行事 以及如何受洗 领圣餐 进食 祷告等等 但他的一些内容显然自相矛盾 而且实在找不出迹象 是使徒们写的 由于当时很多书卷要么是匿名 要么是化名 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 教父们的判断 有对的也有不对的 比如对上述那些作者的判断 他们是对的 但他们认为 似福音书的作者是使徒或者使徒的同伴 如今学术界认为并非如此 这里还要提到两部很重要的福音书 所有的点外福音书中 雅各原始福音可能被天主教会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本 据称作者是耶稣同父异母的大哥雅各 他不是讲耶稣的故事 而是讲玛利亚的故事 说玛利亚从小在圣殿长大 从天使手里接受食物 他十二岁的时候 祭司们按神的旨意安排了一场招亲 只有官夫有资格来应征 结果是木匠约瑟被选中成为玛利亚的丈夫 约瑟年龄很大 亦有成年儿女 这就暗示了玛利亚始终是处女之身 耶稣并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 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 其实并不清楚 学者们认为是二世纪中叶成书的 虽然这本书没有进入正点 但他对后来天主教有关玛利亚的教义 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者们觉得最有价值的福音书是多玛福音 有些学者甚至称它为第五福音书 意思是应该进入正点的福音书 它本已失传 但拿个玛蒂文献中发现了它的完整版本 让学者们着实欢欣鼓舞 与四本福音书的匿名不同 作者一开头就亮明身份 狄的魔又双生子的意思 所以被叙利亚一些教会认为是耶稣的孪生兄弟 当然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教会不会接受这种说法 学术界也不认为这是耶稣的兄弟写的 多玛福音记录了耶稣的114则语录 却没有任何耶稣的生品 这些语录中有一部分内容对观福音很像 另外的内容却很特别 一些话被认为有诺斯底主义色彩 给你看看最后第114则 你就会知道它有多么特别 这就像有些佛教经典说 女人虚转男身才能成佛 但如今一些福音派学者却不认为多玛福音是诺斯底派作品 这套点外文献也没有把它归入第二卷诺斯底派文献中 只是说它有一些诺斯底主义思想 现在来看第三部分 争议很大却基深于正典的书籍 至今学者们并不清楚谁把这四本福音书集结在一起 谁给他们赴了名 但客观地说 这四本福音书在二世纪末并没有在众多福音书中脱有而出 而且约翰福音引起的争议特别多 一来因为他与其他三部福音书太不一样 二来诺斯底派很喜欢这部福音 让原正统派不免有些犹豫 一直到三世纪 这四本福音书才越来越受到重视 大多数护教家接受他们和路加福音作者写的另一本书《使徒行传》 新约里挂名保罗的书信有八封写给教会 有四封写给个人 其中这三封称为教母书信 而希伯来书非常特别 从体材来说并非书信 而像是一篇讲章 这十四封信当初都被当作是保罗书信嘛 我们来看看 最早的保罗书信合集是背地抄稿 大约在三世纪初出现 其中包括希伯来书 但没有三卷教母书信 这部合集来自埃及教会 西方教会一直不接受希伯来书 一来怀疑他不是保罗写的 二来他的一个教义说 尝过天的人如果离弃真道 就不可能重新悔改这句话 与补罪的教义难以协调 那么作者到底是谁呢 最有趣的假说是作者是一位女性百姬拉 他与丈夫都是保罗的生意伙伴和传道同工 在初代教会似乎很有影响力 有人甚至著书论证 百姬拉是希伯来书作者 但还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同 希伯来书是整部新约理文字最讲究的 百姬拉这从哪里受的高等教育呢 不管怎样 这部精彩的讲章不入正点会非常可惜 作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至少他的成书时间可能在一世纪 可见标准是死的 教会是灵活的 其他那些有争议的书大多如此 东方教会一直不接受启示录 因为他的末世论实在是暧昧难明 而且亚历山大主教认为 他不是使徒约翰 而是长老约翰写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 随着教会的发展 三世纪前后 在罗马帝国东部已经有安提阿 亚历山大 军事坦丁堡 耶路撒冷四个大主教区 也就是牧首区 他们被称为东方教会 也叫东派教会 主要讲希腊语 西方教会当然就是指罗马大主教区 主要讲拉丁语 对保罗推崇备职的马吉安都没有收录三封教母书信 可见要么他们成书很晚 要么他不认为那些书信是保罗写的 他们能进入正点显然是因为爱任有的推荐 因为他们强调要反对虚假的知识和毫无根据的神话猜测 这显然是针对诺斯底派很有用的弹药 今天大部分学者认为教母书信不是保罗写的 包括福音派学者 这里再次可以看出 教义是否符合教会需要 是能否进入正点最重要的因素 这听起来有些吊诡 应该是教义来自正点 怎么成了正点要符合教义呢 当马丁路德高举唯独圣经反抗教会权威的时候 天主教会很不以为然地说 圣经也是教会确定的 这其实是句大实话 尽管圣经并非某次大会投票选出来 但在三百年的神学发展过程中 原正统派教会选择了最符合他们的著作 三世纪中叶 东方神学之父和利根也接受教母书信 不过他使用的书目范围甚广 其中有争议的包括这些 左边的书籍在后来进入正点 右边的则没有 到了四世纪初 尤西比乌在他的教会史里做了归纳 把当时流行在教会中的畅读书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是已经树立权威地位的书 包括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约翰一书 彼得贤书和保罗书信 但他没有细说保罗书信包括哪些 第二类是广为人知但还是引起争议的五卷书 全部是普通书信 第三类是他认为的伪作 有意思的是 他在第一类中提到了启示录 却又在这里说 启示录被一些人当作伪作 可见他犹豫不决的态度 第一类是他认为不前不进的一端作品 包括这些 这些争议到了四世纪下半叶才算是尘埃落定 那些普通书信被当作使徒约翰彼得 以及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的著作进入了正点 当然主流学术界的看法是否定的 公元367年 第一个与新约一模一样的书单终于浮出水面 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亚里山大教区主教亚他纳修 在复活节公告里开列了一个书目 规定他所管辖的教会只能读这些书卷 说只有这些书卷宣告敬钱的教训 任何人不得增加其数目 也不可减去什么 也许正是因为他严厉禁止这份清单之外的书籍 1945年发现的拿戈马蒂文献 很可能就是基督徒悄悄藏起来的诺斯底派著作 亚他纳修在列出这份郑重歧视的书目后几年去世了 古代最厉害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不遗余力的推荐这份书目 并在393年的西坡会议上推动了他的通过 397年的加太基会议也确立了这27卷书 新约正典 但同时说明还要征询地中海彼岸的教会 也就是罗马教会的认同 总结来说 新约正典书目的确立 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过程 而且正义并没有到此为止 学者们发现来自公元五世纪六世纪或者更晚的抄本有着不一样的书卷 由于原正统派的胜利 他们认定了正典书目 而把伪作或者异端作品排除在外 这当然很正常 如果是其他派赢了他们也会这么做 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进入正典的其实也有很多是伪作或者化名之作 作者并非是使徒或者使徒的同工 耶稣的兄弟 不在正典之列的 其实也有很多书 很有价值 也很有趣